Google为中国专利搜寻引擎计划 因公司内侯踩刹车 Google为中国的专制政权 特别涉及一个搜寻引擎的烂计划 可能会遇到一点的障碍 因为公司的隐私团队表示 对此计划毫不知情 并提出了内部投诉 网页Intercept指出 这场争论从8月中就开始了 当时有人透露 Google负责Dragonfly搜寻引擎专案开发的员工 都是用北京的网站 来建立中国独裁政权核准的黑名单 Google在2008年收购了本部位在北京的网站265.com 一直以来都是用这个网页 去研究中国用户的搜寻习惯 从265.com获得的资讯 是Dragonfly开发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Google却没有告知隐私团队资料 是用265.com搜寻来的 这严重违反了公司协议 一般来说 要研究使用者的搜寻习惯 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应该是由负责保护用户权利的隐私部门进行审查 不过虽然Google没有告知 隐私团队还是从Intercept的报道 发现了公司使用265.com网站收集资讯 几次公司内部会议之后 Dragonfly的开发工程师 被要求停止使用265.com收集的资讯 这对于制造阉割版的搜寻引擎 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目前看来 Google想进行北京投标的计划 必须先踩刹车了 对Google来说真是个坏消息啊 毕竟 谁不想帮中共政府管理网上的乡民呢 最好再关几个无辜的人进监狱 成为中国政府爱不释手的搜寻引擎 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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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约